中文字幕——YK 那当然其中还步伐了一些比较知名的店家 来 镜头看到我的对面这边 独茶新乐园非常的醒目 其实老台北人都知道 他算是带起当地商圈的一个泡沫红茶尾化的重要推手 不过如今也因为疫情的关系退出了 绿色大周牌三角窗店面 26年来承载多少人深夜喝茶聊天的回忆 独茶新乐园家的店在东西是算一个创始店 它是带起东西整个茶街的文化 那在去年跟SARS那时候其实很严重 我说其实这个房东 这个老板娘还跟我讲说 他还是可以继续撑下去 尤其还是有客人 可是这一波从5月开始做事 他们是完全没有客人 根据了解 店面原本月租金24万元 去年因为疫情已经协调调降了几万块 但这波疫情爆发 房东也有考量 租金没办法再调整 只能黯然收摊 那政府又宣布从28号继续延长之后 据我所得知包含大安路的一些连锁品牌店 包含通宁后面的一些店 的确是要退出东区了 没生意 评估短期也不会好转 干脆退租少赔 这不单单出现在东区 恐怕也是双北双圈的新常态 根据无比防股统计 5月以来还不到三周 网络带租店面建树 已经暴增了将近千间 台北市大安区增加155间 增幅达到19% 中山区万华区增幅颈椎齐后 另外在新北市 最先报仇社区传染的卢州 带租店面增加33% 板桥31% 永和30% 另外三重新装中和 也快速增加 似乎也和确诊数 有相应的联动关系 疫情严重的地方 因为人潮完全就已经阻绝了 所以这个所谓经营困难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店面 空下非常多 那租金越高的地方 它这个支撑力越弱 比如说台北市的这个 大安区或者是中山区 高租金双圈 大平数商家冲击力最强 不过从网络上也能观察到 开始会出现一些 疫情优惠的出租诉求 开价可能下修一至三成不等 房东的姿态明显放软 尤其是比较年轻的房东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二代型的房东 他们其实是愿意去 比方说做降租这个行为 目前可能打听到的状况 大概说五成到八折左右 都有这个降租的空间 店面行情退烧 整体房序的交易也激动 因为不仅买方不出门 屋主管委会也不接受待看 从房仲公布的资料来看 住商不动产 旗下加盟店 五月成交业绩比上个月减少23% 而中山区就是新北市 月减36% 而台北也减了32% 另外永庆也指出 五月份台北交易量 缩减少了37% 新北减少34% 所以整个市场的量是停下来 这一点跟不管是之前的SARS 或者是金融海啸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样 但是价格在过程中 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动 那等到这个疫情过去之后 其实它会有一个叫做 报复性的一个 看屋或者是购物潮回来 7月开始会有一波房市政策 去做一些实施 那这个房市政策的实施 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变数 那些持有方 他们本来想在这段时间交易的 他们可能都会面临说 现在交易行为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 疫情炸开 提前终结 房地合一2.0 上路前的逃命潮 纵使利率还在低点 但今年的房需表现 恐怕也不容乐观 TVBS新闻全建民李鼎丽 台北部的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